路易珍准备离府找寻惊吓时,傅傅来了一封信。 果然,信中副中尉直接告诉了他,惊吓在他的人手里,但让他放心,绝对不会让惊吓分毫,因为他并不打算和路易斯破脸,他这样做,也是被逼上绝路后不得已而为之。 他的目的很清晰,他要求财而已,所以如果路易这次愿意放他一马,他愿意以后停止之前的不当交易,并且马上放了卢夫人,让路易夫妻团聚。 但如果路易不识相,那就不能怪他一时俱焚了。 傅中尉信中说,他给他最多一个时辰的考虑时间,如果一个时辰后,路易还是不同意他的求和,那么就只能替路夫人收尸了。 还有一个时辰,所以路易选择千代人去寻找惊吓,若是真的找不到惊吓,那最后,为了惊吓,他也只能选择放傅中尉一马。 为了方便秘密行动,路易并没有安排特别多的人手跟随,只带领这里存附围者的六名亲戚锦衣卫,去找寻惊吓的下落。 路易在路府的西侧门角,发现敲动的痕迹,并发现马蹄的印记,说明贼人撸走惊吓后,骑马从这里逃离的,但是两个女人,肯定是要避开人度的路线。 从路府西侧门角出去后,应该会往人手的北边走,所以路易带人往北行进,途中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,一直到了冲天的小路上,终于发现了线索。 路易下马查看地面,可有马蹄印记时,在地面上吊到一阵异箱,在周围寻了片刻后,发现地面上的一些香料。 陈福举着火把扫了上前去,从地面的泥土里拾起一块干香料,闻了闻。 当然,这好像是纳尼香包里的香料。 陈福急忙道,你确定。 路易看现陈福道,鼠下认为,这应该是纳尼身上香包的味道,每次和他在一起时,都能闻到这个味道。 陈福确定地说道,路易捏了捏手里的香料,站起身来,他从来不曾犹豫过纳尼身上的香味,所以并不知道这是不是纳尼身上香包的味道。 但陈福,他心悦纳尼,所以自然会留意纳尼身上的一切。 所以,他要是确定是纳尼香包的味道,那便肯定是了。 这应该是纳尼顾尼留下的线索。 路易折写身来,思考片刻。 根据于图来看,前面有多条岔路。 如果这香料是纳尼顾尼留下的线索,为了指引我们方向,那么在岔路的位置, 应该会留下线索。 路易翻身上了马,加快速度,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 众人用了一声势,接上了马,跟随路易在黑漆漆的城郊小路上骑马飞驰。 四个男人围着在地乙喝着酒,吹着烤鸡,惊吓闭着眼睛, 努力想着脱身的办法,要求去解手趁其逃跑吗? 恐怕他们不会答应他去解手的要求,即便答应,也会跟着他,一直监视他,不让他离开视线。 那应该怎么办?和他们谈条件? 这些人看起来不是副中卫或者曹栋的人,应该是他们在外找到苗明之徒。 这些人只认钱财六星不认,若是用更高的利益诱惑他们,那么也许他们会同意放了他和纳宁。 似乎只有这一个办法可行了,如果不这样做,那么就只能什么也不做,等路易找到他和纳宁了。 仙下正犹豫着该怎么办时,那个胖男人突然拿了一只鸡翅,起身走到他和纳宁身边。 两个美人儿,饿不饿? 男人一生气有气,患着深圳的汗臭味,让鸡翅有些想吐。 他将目光投向他处,不愿去看男人恶心的嘴脸。 怎么不说话? 男人走近了些,撩起外袍下摆,一只腿抬起来,他到鸡翅被狂绑着坐在椅子上。 将睡的鸡翅,就到鸡翅面前。 想吃鸡吗?还是,想吃老子的鸡? 其他人发出一阵猥琐的大笑,鸡翅默不作声,被狂绑于以为后的手钻成拳头。 但他虚忍着,他越是表现出生气,那些人就越兴奋。 死老贱男人,等到鸡翅找到他,他叮咬鸡翅,躲他的鸡翅狗。 小娘们儿,老子和你说话呢,没听见了。 胖男人伸手,举着鸡翅的下巴,却被鸡翅用力咬了一口。 男人痛得叫了一声,一个巴掌咬咬了过去,静下脸瞬间红了,嘴唇因为被牙齿咬破,也流了血。 夫人,那您担心的脸都白了,静下却水中面不改色,不发一眼。 出钱的可是说了,没有他们的指令,是不能碰他的。 陆塞护男人,争调吃了只剩下的骨头的鸡腿,走到惊下面前打量一番。 据我所知,她可是一个身份高贵的官夫人,锦衣位头子的婆娘。 至于这个女人,陆塞护男人打量了一番纳宁,看起来不像是个吓人丫鬟,但在陆府里,可能是小妾吧。 嗯,真羡慕得起当官的,错想其人之福,这么多女人可以上。 胖男人说道,你就是个贱命,能跟人家别。 陆塞护男人抱着双臂打量惊吓,似乎很有兴趣的样子。 大人,看上这女人了? 一个长两男人走近,一脸猥琐地笑,算数出钱的不让咱们胖她。 但是您想想,咱们拿到钱就跑了,亡命天涯,就算碰了她又能怎样呢? 是,大哥,咱们还没有伤过官夫人呢,这可是咱们能设的身份最高贵的女人了,以后能吹一辈子。 胖男人也附和道。 你们几个,真不怕锦衣位啊。 陆塞护男人摇了摇头,可明显的,似乎是被他们说动了。 反正咱们已经拢了人,已经得罪了锦衣位了,尝两男人道。 说得也是,陆塞护男人笑了笑,如果真的要给她放了,反正又没成她性命,不过睡一下而已,也没什么,是吧? 众人附和大笑起来,惊吓在身上几离层鸡皮疙瘩,她作然在镇顶,便对一个个情秀不如的亡命之徒也会害怕,会恐惧。 大哥,这个女人也挺漂亮,好像还不是汉人,你喜欢哪个? 胖男人铲眉的笑道,默塞护男人蹲下身,打量云发纳宁。 是很漂亮,不过,我还是喜欢这个小娘们,毕竟是个官夫人,上官夫人,不比上小妾强啊。 大人说得是,朝礼男人道,这女人就给你们三个,你们用吧,挨个儿来,别争别抢。 洛塞护男人,指了整的按铃道,三个男人兴奋地互相望了一眼,夫人,纳宁害怕地看向惊吓,惊吓始终不发一言,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 你们那两小时候都行,别打扰老子,洛塞胡子摸了摸下巴,将惊吓连人带椅子抬了起来,往破摘他的一间房走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